211 星島日報 H. 聞撲水環桶葵鋪倫街後未查出源頭寧回鄉被讀 2015年7月12日要問A.02元動恐慌坊署至今共驗出啟程 H. 追小共七個單位的食水養本含原量超標 居民成經工資料,作繼續出街四圍撲水 不少家有嬰孩、孕婦等住戶籍網屋 H. 辦事處領取遵裝水 但未能滿足所有居民需求 水務處作中午起開街喉供水 居民立刻攜水桶、水煲、水樽及手拉車下樓取水 附近超市易大量補貨,有啟程 H. 居民表示 如政府短期內都未能查出源頭,考慮暫時搬離屋 H. 甚至返回內地家鄉站備 作組訪處繼續派人將一箱箱瓶裝水運到啟程 H. 在 H.內閣下地下大堂放上瓶裝水 讓有需要居民領取 水務處熱在中午派員到 H.內打開街上的消防山水喉頭 並在消防山家裝備有可扭動水制的分管水龍頭 讓居民自行取用食水,不少居民帶手拉車、水煲、水桶等 到長輪後取水 入住想程留以兩年的旺太表示 自己患血壓高,又有氣管疾病,擔心含源水會影響健康 故葵兩水煲取水,商場食肆和水源三叉難解育有兩名 分別兩歲及五歲半女兒的林太,一家四口居於康程樓 她表示最擔心食水問題影響女兒健康 指現時派佛津莊水非常遠計,不能解決日常需要 她又形容水務處開街喉的做法居勒 認為政府未有證明街喉食水合乎標準 建議增加無源水車服務 又指政府必須查清楚受源污染的源頭 釋除居民疑慮,躺政府未來一兩個月尚未查出源頭 或與家人回家鄉湖南站備 林太說H.內商場食肆與住戶使用同一水源 即使外出融線亦不能解決問題 她建議政府儘快優先為H.內小孩 長者及長期病患者驗血 房署派水不夠飲要再購落情 留居民李太表示,擔心含源水會影響其積 將滿一歲嬰兒的健康 由因房署所派的津莊水不夠用 正準備到超市買水 約屋H.內食水問題持續 會搬往強家站住 剛從超市購買兩支4.5公升 瓶瓶瓶瓶水的樂情留居民李生投訴 房署派發的瓶瓶瓶水不消一個早上便渴光 擔心家中食用水問題 心情無奈 一家三口的李太也擔心只有11個月大女嬰的健康 希望政府趕快查明完污染的源頭 及為居民安排嚴血等身體檢查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表示 政府應公開啟程 H.七個食水源超標單位所在 他指指抽現部分單位水版並不足夠 因大廈的供水系統可能流經同層或同座所有單位 有必要作全面檢驗和更換有問題單位的水喉和水龍頭 他認為政府開放街喉供水級居民使用前 應確定該水不含緣 又建議暫時豁免啟程H.居民的水費 確保水質達標財徵費 記者陳聰